哈喽哈喽,大家好,现在呢是二月份,好像是大年初六还初七 我呢知道这个有点晚了,但是呢还是跟大家祝福一下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每天生活呢多姿多彩,然后呢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每天都过得喜气洋洋高高兴兴 好啦,那还是要说点废话,就是这个历史风,就是红包是我去Case Bay 趁他特价的时候买了袋子,然后呢那个Sales呢就问我 哎,你过不过Chinese New Year,我说算是过吧 然后他就给了我两盒这个红包,然后呢有一盒有一盒我已经给我朋友了 然后自己留了一盒,虽然我是不发红包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设计还真的不错 就你看他的这个红包的正面是小鸡的这个爪子的印子 然后后面有个大公鸡这样子,我觉得好可爱哦 然后放到这呢也有很有过年的那种感觉 就不得不说,作为中国人呢还是越来越有感觉自豪的地方 就是在悉尼呢,到处尤其是这个商场里面啊 尤其是悉尼的那个city的那个区域呢 很多中国新年的摆设啊,或者是庆祝活动 就觉得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被大家所熟知 其实是挺让人欣慰,挺高兴的一件事 然后即使是这种算是世界牌子 他也开始注重就是推出新年限定啊 或者是跟新年有关的东西 不得不说呢,作为中国人呢我还是蛮自豪的 那我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一月份的空瓶季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就直入主题吧 首先第一个讲的呢是这个Avino的这个牌子的东西 是一个Mulsterizer,就是面霜吧 它还有SPF15可以防晒 它的产品呢是用大豆来做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天然无天家的那种感觉 它的代言人呢是Brad P的前妻就是Jennifer嘛 我还蛮喜欢它的就是那个老友记里面的那个Rachel嘛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美国甜心 那时候当下很多人喜欢它 好了,又扯到废话了,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产品呢,它的味道很奇怪 就是有点那种塑料的淡淡那种味道 我很不喜欢,第二呢就是它上脸之后没多久 我的鼻子部分就出油 所以这个我真的爱不起来 就是跟大家说真的爱不起来 另外一个呢是澳洲的有机品牌Sumkin 它写着Super Green 它就是一个,这写着Paraben Free呢 这就意思是说呢是没有防腐剂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 它真的很不舒服 擦到我脸上之后好像忽了一层东西 吸收很慢 然后也是会出油 所以其实我还蛮失望的 对这种比较organic,比较绿色的产品呢 我的脸好像一般都不是太喜欢 不会太接受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我要吐槽它的点呢 是它的这个喷头 这种喷头弄来做面霜呢 真的是比较难控制量 一喷有时候就喷多了 相对来说它的设计比较人性化 就是它的喷头 它的量是比较好控制的 但是我两个都不爱了 下一个我要说的呢 是日本的牌子 是很多人推的这个Takami的 这个算是 算不算是修正液 皮肤修正液 是用洗完脸之后 马上用在爽肤水的前一步的 就是网上很多美妆博主都吹 因为它很好用啊 说它可以就是 怎么叫 怎么说呢 可以收毛孔 可以去斑 然后也可以笑证你的皮肤 就是去痘什么的 但是在我脸上呢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用 就是我的毛孔还是那么大 没有效果 然后我脸上没有什么斑 所以我也看不出它可以去斑 那种感觉 所以我还蛮失望的 sorry 它就是用的感觉 也很奇妙的感觉 就是无色无味 你把它就是有个低管 把它弄到手上呢 它就很像涂了一层水上脸一样 我应该会说 就是它吸收很快吧 但是就是它的卖点啊 全部所有的那种神奇的效果 我都感觉不太到 所以这个我应该不会再入了 我觉得肯定是看人的吧 对于我的肤质来说 或者是对于我来说 它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不一定哦 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很爱这个产品 买了又买 但是我实在是 觉得没什么用 然后下一个呢 是Kiehl's的这个小样 是Clarity Activating Toner 它这个toner呢 也是很奇妙 里面是加了Lavenda Oil 就是薰衣草的油的 所以它的味道是有薰衣草 淡淡的味道 闻起来很疗愈 因为它里面有油 一点点油脂 混着它的那个水 所以上脸的感觉是很奇妙的 因为上完脸之后 你好像上了淡淡的油 还蛮舒服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 我也不会说 它真的很好很好用 我会考虑以后有机会呢 会再入它的中样 或者是大样来用一下 就是因为我还蛮喜欢它的味道 主要是它的味道很疗愈 我很喜欢 应该会适合秋冬用吧 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油分嘛 它说Corrective White 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比较亮白 我倒不觉得它有这方面的作用 特别明显 但是我会再考虑 就是以后有机会用它的产品 就是这个产品 然后另外一个呢 也是Kiehl's的一个小样 是这个Clari Corrective Dark Spot Solution 首先我要说 我的脸上没有什么斑 所以呢我看不出它是什么效果 反正就是擦来就是安心 或者是用完它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 也是Kiehl's的这个 对焦对焦 对不了焦 好了 Stress Minimization Daily Hydrator 它应该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毛孔缩小的 但是完全没有用 然后上脸的感觉是比较护重的 所以我不喜欢这个绝对不会用 还蛮失望的 因为它写的什么Skin Rescue 就是什么拯救皮肤 讲的那么厉害 然后下一个呢是厚的这个小样 是那个我买的一个套装里面带的 它这个粉红色的应该是补水系列吧 它实在是太香了 香到好像香水一样的味道 受不了 就是香过头了那种感觉 使用感还可以吧 相对来说 它的质地是胶状的 也感觉比较补水 但是它的香味实在太冲了 所以我应该不会再买它了 下一个呢是这个Lancome的这个小样 是这个Youth Activating Eye Cream 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它的味道呢是那种很刺鼻的 我感觉有点像消毒水的味道 然后对我眼周的皮肤 我也不觉得有太厉害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个也不会入 下一个呢是澳洲的有机品牌 Trilogy的这个Rose Hip Oil 就是那个玫瑰果油 就是网上好多人说很好用啊 就是讲到很神奇啊 其实我这个Combination Oil 我是不喜欢油脂的东西 在我的脸上说真的 刚刚那个Kiehl's的那个呢 因为它的油量是比较少浑水 所以感觉还OK不错 但是这一种呢 上我的脸就是很不舒服 然后首先它的味道很臭 就是那种油耗味你知道吗 就是哇真的是受不了的感觉 第二呢是它的油状是比较厚重的 我觉得应该干性肌可能会喜欢吧 对但对我这种就是 Combination Oil 就是感觉真的爱不起来 它吸收也不是很快我觉得 所以我我不觉得它的油是那种很细腻的油 我很容易被吸收的 我觉得好像有点堵握毛孔的感觉 所以我很不喜欢 好彩我这个是买了个套装里面送的一个小样 就是10ml的 那如果买了 我其实当初有考虑要不要买大支妆 好险 要不就用不完就不爽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用完我很高兴 但我绝对不会回购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也可能是复制不同吧 下一个要讲的也是Kiehl's家的一个 Blemish Sport Treatment 是Blemish吗 这个就是痘痘的一个 就是让你痘痘削的那种东西 没有什么用欸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第一次有长痘痘用它好像 好快削了 但是我怀疑可能是 它本来有些痘痘就长了一两天 它自己会削嘛 后来第二次我长了一颗 我用它就完全没有效果 所以就没有什么用啦 下一个讲的呢 是后家的护手霜 这个很好用 首先它的味道是 它一罐的那种淡淡的那种 怎么说呢 淡淡的那种人参的味道 然后呢 超疗愈的 上手也很舒服 让你的手很柔很润 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但是我好像没见到它有买症状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大家可以去试试 然后它还有那个SPF50 它的包装也很漂亮 还好希望它有症状可以买哦 有的话我绝对会买的 下一个讲的是一个牙膏 是这个韩国的牌子 median的这个 据说可以清除86%的牙构 还是让你美白还怎么样回事 怎么说呢 那我第一次刷的时候觉得还蛮干净的 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我怀疑可能第一次你就 哦这个据说很有用啊 然后你就不停的就是 努力的认真的刷 就相对来说会 牙齿感觉比较干净了 后来就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所以这个 我会考虑入它的那个红色的 因为这个蓝色的好像是original的 那个红色好像是美白吧 我的牙齿还蛮黄的 所以我会考虑入那个红色 这个嘛 可以买来试一下啦 也无妨啦 嗯 接下来呢 是The Body Shop的这个 嗯 Body Butter 它的味道呢 是2015年的圣诞节的那个 Limited Edition 这个 嗯 诶是什么 是 我记得是Palm的 这个味道 很香很喜欢 超级舒服的味道 嗯 我希望它可以以后会再出吧 就很喜欢这个味道 也很好用啦 它家的Body Butter是不错的 嗯 接下来讲一个洗手液 是这个 Palmolive的这个 Oil Infusion Liquid Hand Wash 它是里面有油制的 它是Oil Infusion的一个 嗯 洗手液嘛 它是有 玫瑰和 Macadamia 就是夏威夷果油 它就是很舒服耶 用它洗 它的味道是很香很香的味道 简直是香水的味道 它比起就是刚刚那个 我说的那个厚的那个 粉红色那个套装呢 那个就香过头了 它这个香味就刚刚好 就很舒服 虽然说很浓烈 但是是很舒服很疗愈的味道 然后洗的也挺干净的 所以我这个还蛮爱的 我已经入了一 又入了一瓶 我这个很喜欢 我向大家推荐 我希望它以后会出多点味道耶 就是这个洗手液 因为好像我看到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别的都是body wash啊 所以我就很希望它再出别的味道 但是这个味道已经很舒服了 很好用很好用也很香很喜欢 下个呢也是一个洗手液 首先它的包装我不得不说 还真的蛮漂亮 蛮高贵的 你看下面还有这个碎碎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洗手液呢 这个牌子呢 叫什么 Grace Coin吗 这个嘛 我真的无可 不知道说什么好耶 它的味道喷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带的淡淡那种塑料的味道 然后洗的还可以吧 但它的那个洗手液的质地 比一般的洗手液质地要硬的感觉 上手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感觉是比较硬一点 嗯 洗的也可以 但是它的味道 我就觉得一般了 但是我不得不说它的包装 还蛮加分的 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两个肥皂 是韩国的这个happy bath的这个 一个是olio 一个是lavenda 蛮好用的耶 然后香味也很香很舒服的那种疗愈的感觉 后悔没有买多几块 不错不错 嗯 接下来呢 讲的是洗发的产品 就是摩勒哥油的洗发产品 你看这个Moroconoid的这个 shampoo和conditioner 两个都是给extra volume 就是让你的头发比较蓬松的 有效果的那一种 嗯 首先呢我要讲shampoo啦 shampoo怎么说呢 我并不觉得它很好用耶 就是还蛮失望的 它的发油真的很好用 但是它的这个呢 我第一次洗完之后 我觉得 嗯 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它是比一般的洗发水蓬松一点 但是也没有说太 太surprise的感觉 就是我有别的 比如说那个Locitane的那个洗发水 蛮蓬松的啊 或者是厚厚厚 欸是厚吗 欸对是铝 不好意思 是铝的那个洗发水 OK 红铝也蛮蓬松的啊 所以它的效果 并没有比它们两个出色 第二点呢是 它的起泡呢 是比一般起泡的 怎么说它 就你知道洗发水 你是suppose 你会起泡的嘛 但是它起泡的程度 是比较少的 你想想你把你洗发水 弄到头上 然后它起泡是少的 你就很难洗头发 就好像头发粘到一起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我还蛮失望的 我绝对不会再买了这个洗发的 然后另外呢 是它的conditioner 这个conditioner还可以吧 就是没有说特别好用 也没有说特别难用 但是我不得不说 它的洗发产品 它的味道 都是它的摩洛果 果油的味道 所以很疗愈 就除了味道的话 我并不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那我不得不说 就是它们两个写的是 parabin free 就是怎么说 没有防腹肌 就是相对来说 没有防腹肌的东西呢 是比较难起泡的 就是好像 怎么说 如果你为了头发健康 其实你suppose用这种比较天然的 比较organic啊 或者是比较绿色的产品 但是我真的爱不起它 真的觉得 哇好难洗哦 作为一个洗发水来说 下一个讲的呢 是一个 banana bow的这一个防晒 就一直都没怎么用啊 因为我很少用防晒 这个就是放到家里看门口的 万有个什么事 它蛮油的耶 喷到身上 就是这种 它是那种 喷喷头的嘛 喷到身上之后 抹开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偏油 就是没有说特别喜欢 接下来呢 讲的一些是肥皂 是这个the body shop的 这个sheir butter的肥皂 还蛮舒服的 首先它的味道很香 第二呢 它的上升之后 也很柔顺的感觉很舒服 我蛮喜欢的 接下来呢 讲两个面膜 首先讲这个吧 日本的这个 大家都应该很知道这个牌子了 我这次买了这个 这个什么 龙润美容的 应该是明亮肌肤的吧 还蛮好用的耶 用完之后 脸还蛮柔润 蛮舒服的 这个不错 以后会考虑再买啦 它价钱也不是很贵 下一个呢 是一个 too cool for school的这个牌子 的这个 我觉得它包装还蛮漂亮的 有那种小姿的感觉 但是效果的话 我就觉得一般了 它什么refreshing and pull clean 我还是不觉得我的那个毛空有多clean啊 所以就一般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啊 接下来呢 是讲吃的咯 如果不喜欢看吃的东西的话 大家可以跳了 可以期待下次再见面了 首先我要讲的呢 是swiss的这个 hair skin and nail的 就是 其实说白了 里面好像就是胶原蛋白吧 嗯 我怎么说呢 我是断断续续吃的 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 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这种东西 胶原蛋白补太多的话 其实就是补你的雌激素 雌激素补多了的话 据说会引起乳腺癌什么的 所以我后来就有点后悔 为什么要买这种东西 嗯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我以后不会买啦 我会就是以防万一 你知道我很怕死你知道吗 然后接下来呢 要讲的呢 是这个日本的Kid Cat 它是这个 这是曼月梅吗 还是什么 什么梅子的味道 诶 它的味道太人工了 太甜了太人工了 我不喜欢 还是绿茶的味道 比较好吃 下一个是讲这个茶 嗯 这个是Lemon Twist 超酸的一个茶 诶 但是偶尔换的口味还不错 但如果喜欢那个 酸的茶的人 可以去试试 然后它里面是没有咖啡因的 有些女孩子不是喝咖啡 就会有咖啡因的茶 或者是什么 她就晚上睡不着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就偶尔换的口味试一下 另外一个呢 讲的是这个饼干 它出了新的口味 我一直都蛮喜欢吃这个饼干的 Scorch Finger的 然后它这个有 Lemon Butter 这是出了 就里面有淡淡的味道 还蛮好吃的 我很喜欢 如果大家来 悉尼 玩 或者是 在哪里看到 你可以去买来试一下 还不错 另外呢 是这一个饼干 它是一个steak 里面是有mint的 就是薄荷的味道 我还蛮喜欢吃的 就是有点 chocolate mix 一点mint的那种 然后它又不会太rich 所以感觉还 作为零嘴还不错 因为不会太那个 怎么说呢 怎么说 太浓郁那个味道 还不错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一个 Butter的味道 这个叫什么 蒸汁棒吗 还什么 忘记它名字 Anyway 这个还蛮好吃的耶 真的是Butter的味道 但它价钱 我觉得有点小贵 但是我就是趁它半价才买到 因为它处理嘛 要不我才不买 但是还不错吃 下一个呢 是这一个 日本的明智的这个牌子的 这个笋的巧克力 我觉得很好吃耶 但是它的味道是比较浓郁的 如果比较喜欢 浓郁巧克力味道的人 可以去试试 我还觉得不错的 好啦 那我今天视频的 呃 这个叫什么 视频就到此结束咯 那 下次再见咯 再见 新年快乐 哦 对了 这last one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 就是最近在看歌手2017嘛 彈琴的那种久而实在是太好听了 就一直在单曲循环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 它真的唱得很好耶 就是歌词的反反复复 但是就很有感情的那种感觉 然后音调音色都很美 就即使我去找原曲彈虹唱得也很好听 这首歌真的不错 然后这首歌是红高粱的主题曲 不错不错 很好听哦 大家要有机会的话去听听看吧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